许多人都会想到乌龟 现如今很多人都会将乌龟当成宠物饲养 乌龟还是很听话的 而且养起来也很简单 我们平时所饲养的乌龟其体型都比较小 但是你们知道吗 因为外国女子竟然养了一只巨大的象龟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只象龟一大把年纪了竟然还会撒娇 接下来就跟木木一起来看看这只大象龟吧 象龟是陆生龟类中最大的一种 号称龟中巨人 乌龟寿命长众所周知 而象龟更是当之无愧的 龟中寿星宫 据了解 外国女子所养的这只象龟如今已经200多岁了 女子每天悉心照顾象龟的生活起居 而且还亲自给他喂食 这头象龟的性格也很温和 他还时不时主动伸出头 跟女子撒娇卖萌 看到这里默默忍不住想说 都200多岁的老乌龟了 还卖萌 能不能稳重点 当然了 面对象龟的撒娇主人也是欣然接受的 要是主人高兴了 还会奖励象龟一个亲亲 看到这里许多网友坐不住了 这年头乌龟都有人喜欢 怎么救我还占生 亲爱的网友们 你们平时都会在家中饲养什么宠物呢 你家的宠物会撒娇吗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们